今日美国报和旗下200多家地方报纸将不会为特定总统候选人背书 这是近期一连串大型全国性媒体宣布不做政治背书的最新一起 震惊媒体节 政治新闻媒体报道 随着总统大选逼近 甘尼特报团拥有的今日美国报昨晚宣布 旗下所有出版刊物在今年这场势均力敌的总统大选中 不会替特定候选人背书 华盛顿邮报与洛杉矶时报上周做出了类似决定后 两家媒体皆有编辑情词 并在全国引起了剧烈反弹 根据全国公共电台华邮订户 如今已削减了25万人 是25日宣布不为总统候选人背书前 总计250万名订户的10% 今日美国报发言人安东 在提供给Politico的声明中说 为何这么做 因为我们相信美国的未来 是由各地选民在每一场选举中逐步决定的 声明并未具体说明这项决定 是否适用于未来的选举 我们在全国拥有200多份刊物 而我们的公共服务使命 就是为读者提供重要的事实 以及值得信赖的资讯 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 安东补充说 分支刊物的编辑 仍可为州和地方层级的候选人背书 今日美国报2020年表态支持拜登 是该报首次为总统候选人背书 并曾在2016年呼吁读者 不要投给川普 今日美国报的编辑委员会 在2016年写道 我们从来没有改变做法的理由 直到现在 并说川普不适合担任总统